新唐人富兒友德參會 五日在高雄舉辦 共有三百多位貴賓參加 與會各界人士 對新唐人傳播真實訊息 致力推廣正統中華文化 及扎根品德教育的付出 深表肯定與讚許 勇猛威武的新唐人旗鼓隊 為富兒友德參會開場 來自各界超過三百位貴賓 共襄盛舉 對新唐人致力推廣正統中華文化 及傳播真實良善訊息的媒體工作 深表肯定與支持 第一個它代表是事實 跟一般的媒體不一樣 那我比較支持是 要真實呈現給大眾新媒體 他們的活動我都非常支持 我們支持我們選擇優良的媒體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佳的選擇 新唐人電視台 讚 很棒 我們老闆平常行善也有 然後就是對這個我們富兒友德 活動也有很支持帶領大家 然後走向一個好的方向 比如說行善這部分 或者是說公益的部分 活動現場還特別邀請 新唐人大賽的得獎者及老師們 表演中國古典舞 傳統武術 小提琴 聲樂 等多項精彩演出 新唐人他辦了這系列的武術比賽 或是其他的比賽 能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這些傳統的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很好 所以說每次有辦比賽 或者是有辦這個餐會 然後我們都很樂意來參加表演 希望說華人能夠讓華人能夠 站上世界的舞臺 讓我們新唐人在這個 國際商業平臺上帶領商家 走向國際走向未來 支持新唐人 也希望更多的人也來共襄盛舉 來共創這個美好幸福 富而有得的祥和社會 最後在新唐人動畫人偶 小乾坤及毛筆爺爺的帶動跳下 為貴賓留下歡樂難忘的回夜 相約下次再聚